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合力的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的颜色都是红色的 我们叫做合力红 与我们今天展馆周边的黄色和白色蓝色的产品呢 其实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 我们也希望合力红能够成为中国红 代表着中国这个本土茶茶行业 继续的去开拓国际市场 目前呢我们公司在全球的排名呢是第八名 OK那我们看完了合力红来看一看合力黄 这边的产品呢是合力的装载机产品 它主要是服务于一些矿山 以及一些采掘业的这样的客户 我们从前面绕过去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产品牌上做一些进一步的了解 其实呢装载机产品在国内的市场呢 它也是一个公开的产品 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产品 合力切入这块呢也是寄希望于合力在 在插车领域的深厚的技术机电 以及我们的品牌质量的良好的口碑 能够在一些新的领域 继续的发挥合力的这个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 OK那看完了合力的装载机产品 我们来看看合力在新能源方面的一些布局 对这几排这一排呢都是我们的新能源产品 这是一台十吨的 目前应该是国内首居一致的 可以做到十吨级别的新能源电动类的产品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一下 电动的就是 对电动的 它就要看着我们的动作复合 但是呢合力目前在电动 电动叉车这块的领域其实是有一些积累的 就是我们用了一些省电的一些技术 这样能保证我们在一天二十小时内呢 尽量的减少我们这个充电的这个周期 因为我们一天能少一次充电 那么也就是给客户能够多几个小时 这是一台G系列的十吨续电池 卡车 所谓的G系列呢 也是合力目前产品里面最高端的系列 不好意思刚刚安定掉了 所谓的G系列呢 是合力目前产品里面最高端的产品 我们的很多出口的产品都是G系列 因为它符合了欧美国家它的排放的一些要求 这台呢是我们合力比较具有 在行业优势的产品 是我们的传红的内燃插车产品 在前不久工业商量协会做了一次产品超新价的提供 我们这样的产品呢是我们的铜价 这台呢是我们的H系列 H3系列的这个三吨内燃的平衡重力刹车 它也是我们的全球产品 它也是我们的全球产品 现在的这四台呢都是我们合力目前比较主流的 比较高端的面向仓储物流领域的我们电动的产品 这台小的呢刚才比较迷你啊 我可以稍微拉近一点看哦 它是一台G2系列的G2系列7吨的电动牵引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去买的 全欧美国家我们的机场 那么我们的行李需要偷运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一台产品去带机场 然后我们进行这个火车站去运在我们的行李 这些产品挺好玩啊 1.8吨的前驱三支点交流刹车 所谓的三支点呢 就是说这台插车呢 它和地面有接触的三个支点 那前面是两个轮 那是成功轮 后面呢有一个轮是转向轮 三支点 是不是有点像三轮车 对对对对 听到说应该是前面一个轮后面两个 对 因为那插车呢 它是后轮驱动 前轮呢是成功轮 对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结构 这台呢是我们G7点 1.8吨的离电池的平衡重力刹车 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台这样的 那个也是续电池呢 这台是呢 我来做一稍微更多的一件介绍 这是一台G2系列 两吨的坐式 前仪式这个交流续电池刹车 它有一些显著特点 首先呢 它获得了 第一届中文工艺车辆协会 做的创新奖的 一顿奖 金奖 文艺的一个金奖 然后这台插车呢 它我们这边展览的呢 是一台续电池 它不但可以兼容我们传统的 千酸蓄电池 它同样可以兼容最新的离电池 而且在顾客的场景里面 从千酸蓄电池切换到离电池 这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 就可以帮助客户提高这个工作效率 然后这台车呢 就跟我们前面的车一样 它也运用了一些 节能的一些措施 它以往的产品呢 可能只能有八个小时 就是在满复合情况下 这台车可以用十个小时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一天24小时 可以比过往的产品 可以多提供 四到五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间 提高了用户的一个工作效率 同时这台车 它的骑程高度 应该是可以达到九米 我们这台车如果 最高的高度 可以达到了五千业界 最高的12.5米的高度 12.5米可以想想一下 非常非常高 同时这台车呢 它有一些比较新颖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这个门架 其实如果是熟悉 茶车这个领域的 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实茶车在这么一个高位上 它想获得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承载能力 那么门架是需要比较粗壮的 因为越粗壮 它这个承载能力越强 这也就类似于我们的汽车 它那个框和物质结构 比如说我们的A主 可能有的社会 这台车呢 其实我们是达到一个平衡 怎样的平衡呢 一方面我们需要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高位承载能力 一方面我们希望 因为这个门架能够稍微细一点 为什么呢 细一点以后呢 我们的驾驶司机啊 可以获得更好的门架试引 大家可以想想一下 我们开汽车 A主稍微细一点的话 我们转弯的时候 就会更方便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台车上面 就达到了比较好的平衡 怎么做到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 隐藏式的装门架 它的装载的间隙呢 缩小到了三毫米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间隙 这样呢 一方面获得比较好的稳定性 第二方面呢 就获得了咱们 一个比较良好的 门架视野背后的 这个高位的承载能力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些创新 都是为了让客户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疑惑 这台车为什么叫做 潜移式 还有坐式 这两个概念在一起 我再着重解释一下 所谓的潜移式呢 就是我们这个 查车的这个门架 不太棒吗 这个门架呢 它是可以往前移动的 就是我们这个车 在这不动 我们想去搬运前面的货物 这样那个门架呢 它会往前走 而且我们这台车 它往前走 也会相对于业界 有一些改变 传统产品呢 大概能走560毫米 我们这台车 可以再往前走60毫米 就是620毫米 这样呢 有一个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能够走620毫米 那我们整个车子的尺寸 就是能够做得更小一样 车子的尺寸更小一点以后 那么我们在一个工作场景里面 我们的转弯在你里面会更小 就比如说我们同样是 一台A6和一台卡罗拉 那么我们这两台车 它所需要的转弯就不一样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女孩子 开着A6和开着卡罗拉 去做90度转弯的时候 那个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客户 这就有非常大的价值 因为同样的 同样的一台车 同样的承载能力的车 我们的空间可以做得更小 同样是10万平米的 京东或者天猫的这个仓库 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货架 可以做得更密 那么我们的货架的 整个仓库的空间的利用率 就会更高 OK 再第一 第二点就是 这样的一台车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 相对于业界非常大的 一个创新点 就是一万我们的查身呢 它是通过门架的 这个前移和后移 去实现这个货物的搬运的 那么这台车 我们一旦把它提高到 12.5米的高度 如果还是那样做的话 会非常非常危险 叫做十只毫里 又一千里是不是 那么我们这台车呢 就突破性的 实现了我们的门架不动 让这个货差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红色的是货差 让货差呢 去上下移动 有一个近些角度来实现 我们这样一个货物的搬运 就既保证的稳定性 又实现了我们一个 高位的一个承载 OK我们继续往后来 好 这是一些细节的改进 对 再说一下一些比较细节的 可能是我们跟刚刚说的 都是利于客户的投资 怎样来提高它的一个投资利用率和增值空间 那么我们这台车呢 其实还有一些是 利于我们的插车的驾驶人员 比如说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个驾驶的舱 我们这边呢 使用了一些 一些托位 其实也是考虑到 我们长时间驾驶的时候呢 我们的司机师傅啊 他的手 能有一个地方放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像我们用鼠标 我们有各种这样的鼠标店 都是为了干什么 都是为了避免我们的鼠标手 转换到我们开插车 这个如果司机师傅长时间手悬挂着 没有一个好的支点 那么他就会疲劳 一旦疲劳之后就会怎么样 就有可能出现失误 这个失误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后路 出现一些危险 我们的仓储出现危险 那么我们的这个 同样协作的一些同事 可能会出现危险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刚刚说到了 我们这台车最高可以到12.5米 那么如何去保证在12.5米的高度 我们的司机师傅 还能保证一个高精度的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有三点改进 第一点改进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高位寻止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告诉 告诉我们的这个 这个门架 它要到达的一个固定的高度 比如说我们就告诉车子 我现在需要把这个门架 放到7.5米的高度 那么我们的车子就会自动的 在7.5米高度停下来 这是不是很简单 第二点呢 其实我们也是可视化 我们现在有VR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控系统 我们这台车呢 同样使用了一个无线的一个壁路监控系统 这样的就能方便我们的司机师傅们 在高位的时候 他能明确的看清楚 我们这样的一单货物 和我们这个仓处的相对位置 这样的就能够很轻松的 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把货物放到他需要的位置上 稳稳妥妥的放上 第三点呢 刚刚说了 我们的门架可以设置一个高度 到达那个位置自动停下来 那么我们认为 这样可能还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有了第三点 就是我们在这个仪表盘上面 它也可以实时的显示我们的位置 当然了 因为今天下雨 然后我们这样的车 其实它是静止不动的 也没有开啊 就是我们尽量的通过 我们的电控系统 通过我们的壁路监控系统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 高位的一个显示系统 去减轻 去帮助我们的司机师傅们 去知道我们的货物在哪 还有我再说一下这个 这是我们的护顶架 大家都知道啊 护顶架呢 其实它就是保护着我们的司机师傅 如果说有货物 一旦掉下来的时候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 但是呢 护顶架如果做的过密 同样会影响我们司机师傅的视线 我们可以从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觉得 我们这个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这些钢板 它是横着去摆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间隙就会更小 所以我们合力呢 在护顶架这样一个小的细节上 也做了一点点创新 就是呢 我们在保证钢板的厚度宽度 精度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改变了它的那个装备的方式 装备的方式 就能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位的一个事业 这是这台车 一些比较小的一场景点 还有呢就是 可能我们见不着啊 因为刚刚说了 这是一台三支点的车 它这边是一个轮子 对这边是一个轮子 那么我描述一下 就是以往呢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运行方向 我们需要怎么办 我们需要挂R档 我们需要revert我们的方向 对不对 这台车呢 我们不需要这么做 就是我们不需要挂道档 它可以切换 从360度到180度来回地切换 一旦切换到360度 那么这台车就特别像我们开碰碰车 自己旋转吗 对对 就是我们呢 如果去演示的话 我们这个方向盘是可以 不断地旋转的 它通过这种旋转 去调整我们汽车的方向 然后呢就调整了 到另外一边走 不用去挂道档 是不是也可以提高效率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品 然后呢 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 我再做一点点介绍 就是我们站一个台阶 我们做了两层台阶 其实是一个比较贴心的 一个小小的改进啊 因为做两层呢 它可以减轻失误的一些劳累啊 好 那这台车呢 长得比较多 因为是目前的拳头产品 这边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产品啊 因为今天下雨天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演示啊 我简单描述一下 这呢是我们合力目前在智能 我们无聊翻译领域里面最新最拳头的产品 合力的AGV的系统 所谓的AGV就是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就是自动导航车辆 那么我们这边所有的车子都是需要驾驶员去驾驶的 那么对于驾驶员它的个人技能 驾驶员与我们的管理方的这种信息的沟通 驾驶员与驾驶员这种协作 要求非常高 但是人的工作能力工作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怎么办 现在都在用机器人 我们合力的AGV产品 就是一个面向工业领域的 面向物流运班领域的机器人 相对于传统的AGV产品 因为很多友商也有AGV产品 是这个是吗 对这个 我们过去一下 后面那个 我们可以介绍我们的摄像头看一下 我们家这个AGV的一个演示的现场 它是一个模拟我们正常工矿的一个现场 那今天因为实在是天气不运行 我们没法的现场影响 我稍微模拟一下 就是我们两边的货架里面 都有两个不同颜色的这样的配重 我们的车接到我们的指令以后 它可以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从A货架将这样的配重 搬到我们的A货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两个货架的东西是满满的 对不对 我们的铃车搬到这5过5种的时候 那么B车必然要把 B国家的另外一个配重拿走 那么他们俩就来协作 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A车把这样的一个红色的配重 搬走之后 它要在半国中把这个产品 就把那里来吃 那它俩都从A国东西搬过来了 我们在那见面 在那交接 它俩也是可以协作的 也就是说 相当于传统的 我们一些友商的A货架的产品 我们合力的A货架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它可以协作 这也就是有一个更大的场景 就是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车子以后 我们合力的A货架的管理系统 可以非常非常好的调度